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熊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何珊 今天珊珊非常的感恩 这么多人寄托于我 我没有辜负大家 今天我又搅出亮丽的成绩 我把今天这样的一个喜悦 还有今天再度成功的经验 分享给所有的人 我想这阵子大家非常的辛苦了 看到大盘喋喋不休 但是何珊总是很客观的跟各位说 我看到的什么样的个股的机会 尤其这段时间以来 不止大盘的重挫 还有很多航海王的股票 一路让所有的投资朋友套在水深火热 珊珊看到这段的过程 我知道我的使命到了 我必须用我客观的本间K线 来告诉大家如何帮助你 如何让你人生翻转 如何让你东山再起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 珊珊再度成功的经验 这段过程当中 很多投资朋友的航海王 套到水深火热 珊珊从上个礼拜五 礼拜一到昨天 一路到今天一再的预告 我知道要如何让你的航海王 能够起死回生 今天我做到了 珊珊救了很多的人 我也很感谢这么多人认同珊珊 我也谢谢大家能够让我来帮助你们 今天让我们看到 搅出这档股票量力的成绩单 对它就是万海 今天航海玩的三雄当中 最强的就是万海 而核山用本间K线 就是雀屏重选万海 在今天万海董东的过程当中 我想我有在Telegram盘中 尤其这里 我有分享给所有的钢铁盒粉 当你们那时候收到我这样的讯息 这档股票在206块 而后这档股票 却在你们半梦半醒之间 觉得不可思议的时候 它既然尾盘亮灯掌停锁起来了 这也能够证明 珊珊用本间K线 我有独到之处 而能够证明本间K线 真正的能够选到很彪悍的股票 这档股票 我先开展白的与各位分享 当然在此时还有一档股票 让很多人早上惊吓到了 但是霸气的珊珊昨天讲得很清楚 这档广雨我一张都不卖 甚至于一大早来找我的 我有请大家在低档去做一个低阶的动作 而这档股票虽然在盘中 它一直抖动让各位很煎熬 但是始终的结果 我呈现给各位的是 汉地拔冲 由黑翻红 最后大脚又挤进我家 洪家军的电动补补 亲爱的投资朋友 希望我们有缘分有福气 我们一同来努力 今天说实在的 我并不感觉大盘的重挫 我反而感觉 今天大盘又涨了200点 但是要剖析大盘之前 各位有没有记得 昨天我所剖析大盘 第五点的重点 今天令很多人嘖嘖称奇 现在就让我们看下去 首先我有两个粉丝观望 你一定要加入 因为三三成功成功再成功 我一定要分享我成功的经验 与大家一起来努力 一个是LINE 一个是Telegram LINE是小老鼠QQ33 Telegram是股市付金金 或QQ33168 你都可以找到我 尤其是Telegram的部分 你一定要加入 因为所有盘中盘前的讯息 都会在Telegram上面发表 尤其今天早上没有开盘前 8点多的时候 何老师有在Telegram 贴了一个很重大的news 那就是域名这档股票 它的重大的news 我想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加入 赶快加入去播播看 今天早上8点54分 我给大家这个很会赚钱900%的成绩单 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LINE的部分 有时候有重要的po文 我会与各位分享 所以你们一定要三不五十 到我的LINE上面去看一看 首页有没有什么样特殊的研究文章 包括之前所po的 其实还是延续到现在都很有用的 快捷图示 你要收听广播 收看TV 直接按了把你连结了 那么至于台队观的部分 盘中级讯息盘射演变个股的操作 里洲TV YouTube的节目 在傍晚都会与各位分享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知道 大盘的下跌 大盘的重挫 让很多人害怕了 但是往往在股市里面 害怕不能帮助你 逃避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唯有我们面对它 当行情来的时候 我们要分辨 这是你的机会 还是你的逃命点 而核三做出破天荒的事情 在每一次的行情当中 我都能够用本间K线精选个股 让各位能够好好的获利 现在我们来看看大盘的变化 这个大盘 今天 跳空开低 今天的开盘 就是今天的最高点 今天这一个中头 杀出了很多各位的血汗钱 杀出了很多的融资 大脚的无情 市场主力的无情 所以 你们手足无措的时候 希望你们能够投靠珊珊 珊珊随时随刻都在各位的身边 这段的过程当中 我在Telegram有贴一张图 我告诉大家 我说今天这样很干脆的一直见下杀 那么代表我们的大盘 已经出现了落底的现象 并且我在盘中Telegram有一张的图 就是这样急杀下来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上中 我跟各位说 今天很容易形成晴天一柱底 而让各位惊吓过后 如果有把珊珊老师的话听在心中 后来就看到这里真的是大盘的最低点 而从这里拉到收盘这个地方 我们的大盘足足拉出242点的长角 那么今天的结构其实跟昨天也不太一样 因为今天各个权重股各自新增各自表态 但是呢有红有黑 而中场我们的大盘又占回万七了 今天这根K线叫做下主线 所谓的下主线就是当大盘下杀当中遇到的阻碍了 所以他能够拉出242点的长角 而这242点的长角 珊珊要很确定的告诉大家 这是低阶买盘的力道 所以今天的大盘是这三天最大的量 5555 亲爱的投资朋友 把握当下 抓住机会 珊珊成功的座右铭再度分享给大家 Cease the day and cease the chance 昨天 我跟各位说 杀到增量的阴线 昨天前天都是一样 开低走高再杀低 那么今天很干脆 就这么干脆 杀下来没了 洗完了就上去 这句话 千金难买早知道 昨天7月27号 河山很客观的跟各位说 形态叫做前进三黑族 前进三黑族就是这一段 它代表是一个弱势训 但是我昨天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标错18034 昨天解释过了 所以我关键价给各位17330 那么第五点 千金真的难买早知道 我说大盘今天没有办法 反扑关键价 必定回撤万七 才一指稳 今天 当大盘狂泄狂杀的时候 你们认为本间K线失准了 但是你们万万没有想到 就是因为本间K线这样的剖析 我说大盘没有办法 直接反扑 必定往下先去测万七 而万七那个附近才会直稳 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大盘收盘价 万七多135点 请看 大盘的收盘价 万七多135点 所以今天珊珊要告诉大家 这根线很简单 以巴200多点 它叫做一个下主线 下杀遇到阻碍 所以马上拉出长角 而今天这根下主线杀出三天以来最大的量 5555亿 所以今天早上一直线的下杀 直接杀到底 很好 符合全部清光光了 而在早上那一大中 跌破万七下了一堆人 珊珊能够体会 但是如果珊珊在你们身边 你们一点都不怕 还会赶快找机会 这时候很多人告诉我 珊珊的脑矿真的值得敬重 很多人想要钻到我的头脑里面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珊珊就只有这么一颗头脑 我感谢我的父母给我这么丰富的脑矿 而今天这个行情破翻 也就是破了万七 再翻回万七之上 收盘收一万七千多一百三十五点 亲爱的朋友 我有跟大家讲 没有办法反扑 必定往下测万七附近才会质问 今天多跌了 又还给大家了 站回万七多一百三十五点 所以这一切昨天就告诉大家 万七才艺质问 昨天万七才艺质问 今天万七多一百三十五点 今天杀出三日以来最大的量 五五五五亿 非常的完美 各位都知道一个道理 当行情重极之际 在最低档出现的大量 那么代表大脚愿意杀出来之后 在低档去做承接 这是一件的好事 近期这个脚能够稳稳锁到那边 就能够代表这一波已经修正完毕 所以我告诉大家 当时万七五百的时候 我说要直接往上还是往下 往上五百往下五百 昨天我肯定告诉大家 大盘选择先来往下测 结果再度的命中 真的很多人问我会不会算命 不会 但是我很会算价格 这张图我所要阐述的是 我已经跟各位预告了 你的运输股 航海王套到水深火热 把眼泪擦干交给我 我有方法能够帮助你 今天所有类股 一样重挫之际 第一强叫做运输 第二强叫百货 百货没有什么全职 但是我特别要阐述 万绿丛中一点红 它叫做航海王 三三在此次真的帮了很多人 也在此次谢谢大家对河山的认同 这个时候我要分享我的喜悦 航海三王 唯一涨停的 唯一外资买进的 唯一三大法人涌进的 唯一三三立停的 涨停版 今天这档股票 我帮了很多人 降低他手上的持股的成本 这档股票 我知道很多人套到水深火热 在今天这个过程当中 我在盘中的Telegram 这张你们去看一下 10点多的时候 我这张贴到Telegram 告诉所有的粉丝 我说航海三王 这档他称王 所以你们就知道 何老师在做这档股票 所以看到后来你们才发现 这档股票 就在你们半信半疑 惊吓害怕当中 我们的股票亮灯涨停 有没有想想三三这份的讯息 Telegram免费服务大家 但是我愿意把我经营的成功经验 分享给各位 也希望三三这样的心意 能够帮助大家东山再起 看到这边这档股票 这边小福得让你们惊吓 但是中场呈现给你们的是 亮灯涨停 三三再度成功的经验 帮你救你翻转了你 亲爱的朋友 有缘分 有福气 大家一头难努力 不管任何的行情 三三都有办法 能够翻转你的人生 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 我只有一样赢过你们 我有本金可以献 昨天我还在讲 我帮了很多人 降低他手上套牢股票的成本 这段的过程是活生生的 我昨天举的例子 很多人都听得懂 三百三十块 一路到这边一百九十八 他买到三百三 我说我已经帮他赚了三五十块的价差 再加上今天 他已经赚了八十块的价差 今天的股价回到两百多块了 这段的过程 你们不觉得 这真的不是梦 你愿意跟我一步一步的打拼 你们的行情不会在这边 这段的经营每天都有润解 而今天这个行情 你们看看 他已经来到两百二十五块半的涨停 你当时买到三百 你跟我赚了八十块 今天你会告诉我 我不但全部赔的赚回来 我还都赚了五块半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我分享给大家 但是你必须要盘中积极的活动 不是在那边等在那边看 所有会抖动的行情 我把你们吸收 但是我要给你们最终的结果 今天这档股票 我真的救了很多人 谢谢大家给和珊这个机会来服务你们 昨天提醒特殊的记号 今天 199最低点没有在破底 把十字K翻牙而上 199 all you can eat 真的 你可以吃到涨停板 而且今天大脚又来我家 21.8万张 今天直接转折向上 直接喷涨停 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这档股票 它叫做长荣 今天它是第二强 67万张 今天它没有万海的墙 但是116 到这里133 16.5的价差 你今天赚10块 赚5块都是你的福分 因为你参与了 你可以减轻你上档套牢的成本 我想这都是真实的案例 和珊昨天已经跟各位说 当你们看到这档股票躺平的时候 我知道我要用什么方法来帮你们 我虽然没有办法让这档股票拉涨停 我也没有办法打压这档股票便跌停 但是我能够抓它中间的波度 来帮你们一天一天的累积财富 让你们人生能够翻转过来 这段的历史过程 昨天我才讲过 我的会员来找我真的买到200多块 那么在这段过程当中 你可以赚10块5块 甚至于20块 你可以让你的成本变成150而已 那你就可以安心多了 然而在这段的过程当中 今天形成的这个样子 你没有看到大脚今天回心转意的来买了 这根的线是真正的一个叫做下足线 跌到已经跌无可跌 而今天这根线它代表的是杀到有量了 所以这段的过程 你们都会沉迷到红红的K线 红红的K线套住 舍不得卖 反弹 以为要再喷了再去抢 结果生不知道阻力这么狠 一路吃你们吃你们吃到见骨 吃到流血吃到没骨头了 三三在这个地方已经做好几趟了 我帮很多人降低持股 这档股票最少赚了50块钱 我想可以230到50块钱 180的成本 我想我们继续努力下去 我已经救你了一部分 再来就是杨明 表现最差的他今天跌停也被敲开了 那么这档最差的也有14.5的价差 尾盘大脚回心转意了 所以每天都有机会 再与你愿不愿意积极的努力 我想你要面对问题 不是逃避问题 躺平了你就让他继续躺吗 对啊今天早上再躺平 我想人生看到这样的躺平 应该是心情很难过 但是把你难过的心情换成和三的动力 我来帮你 这个股票234.5跌到12.5 我想这个过程我昨天讲过了 然而这个股票到了今天杀出量了 虽然他是三王里面最弱的 但是这跟K线有意思了 他出现这样特殊的记号 而且杀到有量三天最大的量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各位开始注意了 用什么方法来让你的持股成本能够降低 你将能够复制我万海成功的经验 万海套到300多块的已经赚了84块回来 他不但离今天的成本全部赚回来 还倒赚了5块半 我把这样的成功的案例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不要在悲观当中看股市 我们的股市我曾经讲过 他是大多头 只是先攻缓攻的问题 如今机会又来了 我希望你能够赢在起标点 我们看下去 这个股票育民远东集团的三张船 今天他也是很稳健的 这个公司我大概讲一下 8点54分telegram有这个公司的news 转折K出现了 这跟K 第二季获利年增900% 900你没看错 第二季获利900% 换句话说第二季他获利9倍 而EPS1.2厘元创10年单季的新高 注意了 这张股票和三今天跟各位说 特殊钢和三再度出来全收了2.5万兆 机会都在这好好的把握 今天荣钢出现了十字 中继十字注意了 我今天再度出来收荣钢 特殊钢航太钢 当航海王要动的时候 当船要动的时候 当飞机要动的时候 这个刚刚刚就很有 刚强的意志了 那么这档股票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悦 广雨洪家军 电动哺哺大脚又挤包我家 游黑翻红 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如此 这档股票 抱好我一张都不卖 由我昨天的霸气 才能够成效今天这样游黑翻红的故事 所以这一切一切所有的所有 希望大家能够复制我成功的经验 我想广雨我前天收我也跟各位说 我一收他就涨停了 当这个股票这样的排列 我也跟各位讲的很清楚 而到今天出现的下主线 两羊夹一鹰准备咯 箭头在这里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 此时此刻 不管你的心态如何 喜悦悲观都没有关系 你需要富邦达 就让富贵有人帮 让珊珊来帮各位 使命必达 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转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天天 导致金 企图 贫荷 神神光 神神光